HELLO,大家好,我是Max 有一些朋友問我如何踏我Bass drum的技巧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面對不同情況下踏Bass drum的技巧 大部份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最初學踏Bass drum的技巧叫做Hill Up Hill Up即是腳高,用大腿的力去踏Bass drum 另一個叫Hill Down,就是放平腳在board上,然後用腳碗去踏 當我有時面對一些比較快一點的Double Pedal的速度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個叫做Flat Foot的技巧 Flat Foot是怎樣呢?Flat Foot就是介乎於Hill Up和Hill Down之間的一個技巧 其實就是我踏高了腳,然後用腳碗,比較多腳碗的方法 你叫做大腿就是動一點點,就不是像Hill Up一樣 少少,但腳碗是會動的 我也是會做我之前拍過的一個Warm Up exercise 去練習這個Flat Foot的技巧 在練習這個Flat Foot的技巧 在練習這個Flat Foot的技巧 在練習這個Flat Foot的技巧 會看到有一個殘影在前面 那你就沒有用到Bass drum的反彈力 令到腿快一點翻轉 所以放鬆一點,令到腿沒有殘影 你會看到是一前一後這樣動的 不會有一個殘影在前面 就是這樣 那你就會跟Pedal有一個好的溝通 那你就會踏得快很多 那左腳也是一樣的道理 都是這樣練的 那你還是兩隻腳在一起 那盡量聽到是一起打到鼓上 就不要… 不要震動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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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好了,拜拜